莫子好 大家好 我今天要问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 第一个是 试管宝宝是不是违背自然法则 然后第二个是 我觉得对我来说很重要 我会有几个小孩 然后 你一定要很认真回答我 不然我要继续花钱做下去 然后第三个是 如果第二个答案很残忍的话 我的信念会让我想要达成的事显化成功吗 谢谢 所以你现在没有小孩吗 目前有一个小孩 其实你的状态完全没问题 你的状态是 你觉得你想延续点什么 你想把你的生命的某些东西能够延续到下一代去 然后让下一代能够延续你的某些 你目前没有办法达成的一个东西或者缺憾 其实这种心态有或者没有都没有问题 你跟生小孩它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其实生小孩只是借由这个想去弥补你内在的一种空缺 其实生不生完全不是问题 所以你已经有小孩了 你想再生也可以 不生也可以 其实都没问题 其实你要知道你内在的那种没有办法圆满的感觉 反而是可以借由你专注你的内在 专注你自己 而得到更大的圆满 那个部分就会消失 所以其实不一定要再生或者 但是你想经由我这边去告诉你 会不会再有小孩 我可以告诉你会 那寺管婴儿是不是一个违背自然的 其实完全不会 任何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 它只是一个媒介 不管你借由胎生或者借由寺管的方式生 借由任何方式生出来 它只是一个媒介 什么样都是OK 都是可以的 完全没有问题 不会违背任何自然法则 感谢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